湯先生您好,我是台灣生態學會蔡志豪 今天跟天主教斯坦森林大學彭以凡神父 到這邊來談阿里山森林大學的籌備 我們剛剛也有談到說 這個八八水災在2009年的八八水災過後 在很多調查的資料顯示 真正未來在阿里山這邊的環境災害才正要開始 也就是說在十年、二十年 這邊會有很重大的環境危害、環境災害 你在這邊已經生長了將近60年 就是生活了60年 對後代的這些子子孫孫 在這個部落裡面的生存問題,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因為八八水災可能是 我有史以來、初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下那麼大的雨 而且災害最嚴重的一次 我們阿里山山第一次有防治被淹沒 以前都沒有聽說過有防治被淹沒 這一次特別嚴重 當然我們 據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我們說實在 我們這邊已經是開發過度了 到處都是開蛙、種子、茶葉、然後爛肯、種山葵、種石膏族 然後最嚴重就是道路的開發 很多濃路 每一條 幾乎每個土地都有濃路 只有看法就是每次 這次大水為什麼那麼嚴重 有路的地方就是崩得特別厲害 尤其有茶葉園開發的地方 然後加上道路的話 整個都破壞 所以如果說政府如果沒有重視這一點 想辦法就是說把我們這個造林 去實施 政府一直在提說要幫我們實施前面造林 可是他就是沒有把造林 對造林的補助提高 以至我們這邊的原住民都沒有意願 幫你造林工作 所以我的意思 如果說要想辦法挽救的話 就是說有政府跟 最好是像日本一樣 你造林以後 有政府前面補助 生活費 讓他不要再砍發燒林 保持我們這邊的水度保持 回復以前的救官 這樣可能還可以挽救一點 這是我的看法 那其實你剛剛談到說造林的問題 那就我們的研究 我們的研究 我們相關的研究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台灣的森林 根本不需要造林 因為真的 那個由自然下種的這個小樹 其實就足夠成林 那其實政府在這十年來的一些造林的政策 都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那為了造林 然後就把原來生長的樹木砸樹 它所謂的砸樹就砍掉 然後種所謂的經濟樹種 那這些經濟樹種種 然後種下去之後呢 它預計二十年後 還要來收成一次 所以它不是真正要造林 它是想要種樹來砍的 那所以剛剛聽到說 我們可以政府用造林的政策 來把原本過度開發的這個 這樣的問題來做一些改善 那假如說 我們這邊一個想法 假如政府透過補助 生活的補助 讓這些開發的這些區域 我們來回歸自然 那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 由政府提供 像日本一樣 就是提供它 生活的 就是 必需 生活的 基本 然後 全部這個 所有的山區 全部造林 那個林木 就是 一直保持 也不能說種 所謂的經濟林木 就是 要混合造林 恢復生 那個 這樣才能恢復自然生態 那個林木 絕對不能再扛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人不用去種 那 土地公 老天爺就會幫我們種了 那其實我們去種樹 其實花了不少 這個 人民的納稅錢 那我想說 假如我們政府 已經補貼了這個 生活的津貼 那是不是我們就直接 讓 土地公 對 就可以長出來 而且在我們的研究 其實五年就可以成林了 可以 這個 五年 你人不要去干擾 然後生林就會起來了 像那個 我們這邊很多崩塌地 它第二年就會 至少有樹種會長 對 就是赤羊 對 這個是赤羊木 特別會長在那個崩塌地 對對對 所以我們希望說 那 政府 也是希望說 大家能夠重新來思考一下 我們的 生林富裕的問題 我們真的要富裕生林嗎 其實不用 其實只要我們人退出來 跟它和好 那它自然生林就會回來了 應該是按照你講的 就是說 原來開發 過度嚴重的 那個 如果你 回復原來的 讓它自然 自然 成林的話 你那個道路都 不要 盡量把那個道路 減少 不要有道路進去 這樣 恢復 原始生林 這樣才可以 恢復原來的舊關 所以我們 這也是 我們今天到 阿里山這邊 來談 阿里山森林大學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希望 對大自然學習 然後我們也希望來 關懷我們這邊的環境 好以上 謝謝您的採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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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